大家好我是Jimmy 今天我們切實攝影怪兵器 接到一個超特別的任務 就是在桃園的工廠 架設一個直播攝影棚 我們知道呢 在直播攝影棚 需要就是一個安靜的一個環境 但是在工廠裡面很難解決 噪音的問題 而且我們還要解決 陰暗的一些問題 所以說呢我們今天準備了 各種的升學配件 以及燈光配件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我準備這麼多 接下來我們就趕快進行改造吧 mash喔 楊坦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机底麦克风收音 一二三 现在我们就把天花板全部换成吸音材料了 所以说空间的回响声音会小很多 现在我们在左右两边增加纤维吸音板 来增加中高频的吸收效率 那我们现在空间的回响音应该会更小声了 现在我们在房间的四个角落安置了低频陷阱 我们利用低频陷阱的斜面来破坏房间的直角结构 让回响的声音会更小声 而且低频陷阱它可以吸收低音 让声音更为干净 现在我们在墙的两侧又增加了扩散板 来增加一些空气感 这样子的话声音比较不会太过死板 现在是相机机顶指向器麦克风测试 一二三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这个空间的基础灯光 也就是所谓的照明灯光 我们使用的是高CRI的平板灯具 让我们在开会或是一般工作的时候 非常方便使用 然而我们现在这里是直播摄影棚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面光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翻转灯具 可以直接从天花板下降下来为我们组 补一个所谓的正面光 而这个正面光它不会占用地板上的任何空间 是非常方便的灯具 然而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会太过平面 所以呢我们使用了轨道灯 来作为我们的法光以及背景灯来使用 这样的画面就会立体很多 这地方有的时候如果需要作为model摄影棚的时候 我们有更适合的灯具 那就是Skill Sunray 260摄影棚灯 这个摄影棚灯能够让我们的画面更为立体感 那非常适合拍摄model使用 这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灯光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直播摄影棚规划吧 以后会跳出来吗 才不会咧 这桌面上的就是我们的直播设备 除了一台电脑之外 我们当然不会用电脑内建的摄影机咯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更专业的单眼相机 这样画面才会更好 我们准备了两个镜位 除了一个对于直播组之外 另外一个还可以拍摄我们的商品 我们在商品上面还设置了转盘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更方便的来介绍我们的商品 另外呢我们也准备了收音的设备 一个录音界面再搭配所谓的一对二无线麦克风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会有来宾嘛 那一次有的时候一个两个 甚至要更多人使用的时候 都有更加的扩通性 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次的直播吧 Go 现在我们就是一个真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像一个主镜位对着直播主 另外我们也可以随时切换 变成它是拍摄商品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又可以随时切换回直播主 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直播方案呢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美女主播 美女主播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讲呢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耶 大家拜拜 工厂改装直播摄影棚 任务达成 如果任何需要 欢迎来谢时摄影怪兵器 记得按赞分享小铃铛